飞机也有刹车吗 有的 而且还多种多样的 正常飞机在降落时 可以打开位于机翼后缘的减速板来减速 当然这个减速板 也不见得只是位于机翼上 像这样把屁股裂开 把垂直尾翼张开的也是有的 另外 它还可以开启发动机上的反推 踩下起落架小车上的刹车 来进一步的减速 要是不那么正常的飞机该怎么减速呢 那就打开减速闪吧 协和图144航天飞机都是这么干的 那还有没有比他们更不正常的飞机呢 有的 这架代号为XFC-130H的飞机 居然疯狂到用火箭反推来减速降落 这么奇葩的飞机 我们没有理由不讲一讲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来龙群脉 故事还要从一次失败的人质解救行动说起 1979年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国王巴列维藏皇驻逃 辗转之后就来到了美国 被卡特政府以治疗癌症的理由接受了下来 此举就引发了伊朗民众的强烈不满 于是大约3000名武装学生 便冲入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 将全部工作人员扣押为人质 以此来要挟美国印度巴列维 实称伊朗人质危机 时任总统吉米卡特 先是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 后来又试图通过协商来讨回人质 但是在硬钢的伊朗那边都不起什么作用 于是他最终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展开一次军事救援行动 代号鹰爪行动 这个行动绝对堪称全明星阵容 把当时美军的海陆空 还有海军陆战队都挤起了 人员规模达到了200多个 更是刚刚成立的三角洲部队的首秀 所以作战方案一开始弄了几十个出来 最后才在权衡力弊后塞出了一个 准备就照着这个来了 你一定以为他们权衡的是 行动本身的力弊吧 但其实他们权衡的是 各个军种之间的利益均衡 因为四个军种在此时正处于对立状态 他们都想要主导权 五角大楼不得不扮演一个临时保姆的角色 安抚好每一方的情绪 生怕谁分多了谁分少了 闹起矛盾来他头疼 于是这样的安排就为后面的行动 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1980年4月24日夜间 随着8架RH-53D直升机 从停靠在阿曼湾的尼米兹航空母舰上起飞 阴爪行动正式展开了 其实在两个小时以前 空军的6架C-130运输机 已经提前将物质和三角洲部队 送到了位于伊朗境内的指定会合地点 沙漠一号了 尽管过程并不顺利 但好在他们已经在这建立了据点 就等着直升机的到来了 后续的计划本来是这样的 8架直升机在这里完成加油和装备补充之后 会载着救援部队继续往前推进 将他们秘密投送至 位于德黑兰郊外的沙漠二号降落区 然后就隐藏起来等待下一步的召唤 来到沙漠二号的救援部队 会开上由情报人员一早就准备好的卡车 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德黑兰 突袭大使馆并救出人质 接着便赶往附近的一个足球场呼叫直升机 在这儿直升机将他们全部接上之后 会朝南飞到大约56公里以外的一座机场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已经被一队游骑兵给攻占了 并且还有一架C141运输机在等着他们 于是所有人再度切换交通工具 抛弃直升机坐上运输机 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伊朗 计划真的是想得很美 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8架刚刚出发的RH53D直升机的表现如何呢 完全就不及格 首先是其中一架根本就没有飞起来 在飞行员一坐进坐舱时呢 就看到传感器提示说 悬翼出了故障 于是只好退出了 剩下的机架起飞了 但随即便闯入了一片强烈的沙尘暴当中 编队被打散了 而且又有一架机载系统出现了问题 不得不马上折返回到航母 终于在迟到了90分钟之后呢 剩下的6架直升机跌跌撞撞的 从不同方向好不容易的降落在了沙漠一号 可是啊 摇额子又出现了啊 又有一架的液压系统 撂条子不干了落下去就飞不起来了 于是8架直升机此时 直升下了5架 连执行任务的最小数量都不够了 行动不得不临时叫停 你看啊 后面那些精彩的大戏还没有上演就被咔了 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对的 所以前面就必须要再加上一出啊 就在行动叫停 5架直升机准备再把特战队员载回航母时呢 有一架打报告说 我没油了 指挥官于是就说 那你就飞到C130旁边把油加满呗 这个时候啊 军种之间的协作混乱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三角洲部队 海军陆战队的飞机 空军的运输机是无法直接通讯的 因为三方使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哪怕相距只有几百米 他们都必须先要把信息传送到位于 埃及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 然后再由空军的战斗管制小组给转接过去 这样的效率 在时刻变化的战场环境下 怎么保证可靠性呢 再加上直升机的飞行员呢 本身就缺乏实战经验 又疲惫不堪了 于是在飞过去加油的时候呢 跟运输机就撞在了一起 瞬间炸成了一片火海 机上的八名成员呢 也丢了性命 指挥官一看心想 这RH-53D也太不靠谱了 我可不敢保证剩下的四架 不再出点什么问题啊 所以干脆 咱们一起坐运输机回到航母上吧 直升机呢 还有物资什么呢 就丢在不管了 显然这次行动已彻底的失败 和完全的暴露而告终 伊朗得知真相后呢 起得咬牙跺脚 从此便走上了和美国交恶数十年的路线 同时也把本来集中求行的人质呢 分散到了各地以游击战的形式 预防美国的再次营救 当然了 国际社会上呢 也出现了对美国的谴责之声 因为它就完全不顾别人的主权嘛 随意就在别人家里面策划军事行动 还建起了什么临时的军事基地 这情况搁谁家走得了啊 哎 美国国内嘛 也好不到哪去 因为牺牲了八名军人嘛 卡特政府的颜面尽失 媒体也揪着这事大肆宣传 让很多的民众也开始怀疑 耶 我们的军事实力难道是垂出来的吗 总之啊 总统吉米卡特刺势亚历三大呀 那么他会就此罢休 承认错误 认真回国吗 怎么会呢 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 咱们从头再来 于是就在阴爪行动失败的两周内呢 另一个绝密计划就在五角大楼内酝酿了 它叫做可靠运动行动 哎 可不是吗 上次那个那么不靠谱 这次一定要可靠才行啊 那么如何保证可靠呢 都不用分析就能得出结论嘛 一是协调二是装备嘛 协调就是要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指挥部 统一调配资源 统一训练 统一管理 这就为后来演变成为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 做好了准备了 而装备呢 显然就是放弃原来那架 总是吊链子的RH53直升机 转而去寻找另外一架 可以在中间不停歇 直接降落在大使馆旁边的体育场内 在突袭救出人之后 又可以马上从这里起飞 回到航母上的新飞机了 你看 它要飞得够久 装得够多 跑得够快 什么飞机最合适呢 运输机啊 C130大力神就很合适嘛 不过 C130可是不能在一座体育场内起降的哦 它至少需要接近一公里的跑道 才能够完成这两个动作 怎么办呢 联合指挥部呢 就找来了它的生产商洛克希德 商量说 你看 我们就是看中了你家的飞机 但它有个缺点啊 就是不能在体育场里面起降 洛克希德就问 你是想要在体育场里面 沿着宽起降呢 还是沿着长起降呢 指挥部说 那当然是沿着长起降咯 于是洛克希德笑了一下 这个好好办 咱们改装一下飞机就好 这样四架C130就被送到了 埃格林空军基地 其中两架将被彻底改造成 符合实战标准的样子 一架作为小白鼠 在上面不断地显新点子 还剩一架 则改装成模拟训练机 专门用来训练那些 易高人胆大的特殊飞行员 好了 要怎么改呢 洛克希德量了一下 认为要在长度只有110米的 阿萨迪体育场里面 骑飞和降落呢 唯一的希望就是 把C130变成一架 几乎可以垂直起降的飞机 但你说如果把它的四个螺旋桨 变成像鱼音那样可以轻转的 也完全不现实 那是要等快10年以后才会有的技术 而且它之所以诞生 就是源于此刻的 即使有时光机 也会陷入到时空穿越的悖论里面 所以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 装外挂 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来刹车和助推了 所以第一步就是强化机身 避免被火箭喷发式的强大推力 给震散架了 第二步就是把合适数量的火箭发动机 挂到飞机上的合适位置上 于是8枚来自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发动机 被装到了C130的前部机身 用于减速刹车 另外8枚来自AGM-45百色鸟空地导弹的发动机 被装到了C130的机身下部 用于在下落时将其拖住 还有8枚来自RM66标准防空导弹的发动机 被装到了C130的尾巴上 帮助它实现短距离的主推起飞 这已经有了24枚了 还没完啊 剩下的还有6枚 其中左右一下各挂2枚 用于纠正起飞时的偏航问题 机尾向下的部分 还又装上了2枚 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前一个视频里面 刚刚说过的防止插位了 所以军机真的是在什么地方都不计成本 在项目开始仅仅3周之后 这家挂满火箭的运输机 就已经准备好了 在当时真的看成是美国速度了 于是在1980年的10月19日到10月28日期间 它就进行了多次的实际起降实验 结果是令人欣喜的 它不仅不断的刷新了最短起飞距离的记录 还实现了在160公里的时速下 以8度的下滑脚冲向地面后稳稳着陆的成绩 要知道正常飞机的下滑脚是在3度左右 8度其实已经跟直接掉下来没啥区别了 好了 看起来它只需要再进行一些最终的全流程测试 便可以交付给特众部队了 结果XFC-130H的命运就此恰足了 11月29日测试进行 起飞阶段堪称完美 而且又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记录 但在下降阶段 飞行员被上层减速火箭喷出来的火焰和烟雾遮住了双眼 于是错误地认为底部的脱居火箭已经开机 并且飞机也基本处于地面上了 于是就点燃了更多的减速火箭 以便把飞机的前进速度给减下来 但其实脱居火箭是根本就没有开机的 飞机此时距离地面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当前进的速度突然变为0之后 它被重重地拍到了地面上 机翼则断机身激火情况十分危急 幸好现场的响应速度够快 才让其中的机组成员最终在有进无险后 安全地离开了飞机 但这个项目本身却很难才回到正轨了 后来吉米卡特被里根击败 人质危机的解决也由军事行动改为外交谈判 挂满火箭的大力神也就渐渐淡出视野了 好了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 飞机的刹车是既丰富又疯狂的 我是火箭叔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U2高空侦察机绝对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 你光看它的起飞和降落就知道了 为了减重 它只保留了几乎下面两个排阵一条线的起落架 那怎么在地面上保持平衡呢 给它主上拐棍呗 就是这幅照片中地勤人员正在安装的辅助轮了 它又被叫做高翘 非常形象有没有 等到起飞时跑起来有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呢 就可以马上把它给占下了 好吧 可是降落呢 没关系啊 由超跑来伺候 从庞蒂亚克GTO到雪佛兰的科迈罗再到特斯拉的Model S 车型可以变化 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要在一架抨击式建立飞机降落时跟上它的步伐了 为此用其中一名机动官的话说就是 你必须要驾驶这辆车在转弯的同时从零加速到160 才能在U2的尾巴后面做好准备 听上去呢 这是一份相当刺激的工作 也是相当责任重大的工作 因为它几乎起到了U2飞行员眼睛的作用 跟在离地只有三米不到的U2后面这辆机肉车呢 需要不断的告诉飞行员 它还有多少高度 它的机翼是否水平 它是否与跑道对齐等等 一直要等到U2彻底停稳 这辆保姆车的工作呢才算结束 可以说啊 从起飞到降落 U2做起来都很不容易吧 而且还是在调节良好的陆地跑道上哦 所以你肯定认为 把U2搬到海面上 让它从既不宽敞 又没有超跑在身后的航母甲板上起降 一定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吧 但实际上啊 在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冷战时期呢 U2已经不止一次的从航母上起降过了 所以它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从这里起降 是怎么实现起降的 以及为什么现在又不这么玩了呢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 先说原因啊 U2最初的航程呢 大约是在4800公里左右 虽然覆盖的面积已经不算小了 但是在面对遥远的苏联时 仍然是够不过去的 于是它就必须要在海外找到一些靠谱的盟友 在这里呢建一座机场 把U2放得更近一些 比如记录灾案的航班就有从塞浦路斯 法国 印度 巴基斯坦 泰国和韩国等地击配的 但U2的运营方 美国中情局心里面清楚的很啊 把所有的牌都压在合作伙伴的手里面呢 是很危险的 有些人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 这在战略上是有缺陷的 所以早在1957年 仅仅在U2为他们服役了几年后 就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了 诶 事实证明啊 这种未雨绸缪呢 是明智的 因为在1960年5月1日 苏联人用SA-2防空导弹成功的击落一架U2 并逮捕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之后呢 为其提供起降服务的巴基斯坦坐不住了 美巴关系陷入恶化 其他明里暗里的合作伙伴 也纷纷打起了腿堂鼓 不管是从外交还是从政治层面上 美国的间谍任务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如果说之前寻找海外机场的替代方案呢 似乎只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的话 那么在1960年之后 就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 诶 关键是怎么做呢 用航母啊 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其实航母的弹性真的很大啊 就在这一年 1963年的10月 美国的弗莱斯特号航母上呢 刚刚才接待过一个大家伙 一展超过了40米的C130大力胜运输机 诶 既然它都能上舰 还有什么不能上的呢 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呢 中天局就秘密联系了洛克希特的传奇工程师 凯利·约翰逊 询问这位设计了P38闪电 SR7黑鸟 以及这架U2角龙夫人的臭油工厂灵魂人物 觉得有没有可能把它从陆地上搬到航母上呢 约翰逊想了想 嗯 回答说 虽然这架飞机的确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但是只要稍加改造也不是不可能啊 诶 吃了这颗定性丸的中情局 决定大干一场 一个代号为白金的秘密计划 也就紧锣秘谷的上马了 计划分为两个部分 飞机改造和任务掩盖 前者由洛克希特负责 后者由中情局负责 前者需要对机身和起落架进行特殊加固 以及装上能够勾住拦组所的违钩 而后者呢 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了 诶 他们从NASA那边找到了灵感 虚构了一个叫做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机构 名义上是合作搞科研 但背地里搞的都是些情报 诶 这种故事啊 多了去了 咱们还是重点放到洛克希特那边 他们为航母任务改装的UR呢 被称为URG 第一个改变 首先是增加了更强更重的起落架 以承受着剑式的冲击力 并将刹车距离啊 缩减到了原来的一半 同时在起落架周围 增加了更重的压力舱壁 也是为了承受与航母夹扮时的撞击嘛 接着 第二个明显的改变是 洛克希特把他们为TRV海星喷气教练机 安装的自动尾勾呢 改装到了UR身上 并在UR的机身当中 加入了增强的重量 以更好的承受 当他抓住航母拦阻所时 施加在机身上的力量了 然后 这个钩子 被一个空气动力学塑料整流罩给覆盖着 只会在接近航母时呢 才会被丢弃掉 既增加了气动性 也增加了保密性 再有啊 UR机呢 还增加了一个机械操作的燃油喷射系统 使飞机在紧急情况下 是可以清到燃油的 或者是啊 当他正在接近再有太多舰载机 而无法安全着陆的航母时 变得不那么危险 最后他们在每一个机翼后援的外侧中部 都增加了机械扰流板 可以通过飞机油门附近的开关来启动 在着陆前的一瞬间打开 使UR立刻失速 保证其更加准确的定点着陆了 中情局对这项设计暂许有加 认为洛克希特摸到了航母降落的关键命门 当然不光飞机做调整就够了 航母上也是要有些配合的 比如用直径为1英寸的轻型拦珠锁 取代了飞行甲板上常见的标准为 1.5到2英寸的拦珠锁 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 传递到机身上的振动 好了设计的载号也要用测试来验证 是时候让它上天溜一趟了 1964年的2月 三架改装好的UR机已经做好了准备 它们将从一个陆基的简易机场起飞 然后降落到航行在加州海岸以外的一艘 突击者号航母的甲板上 领航的是施飞员鲍勃 苏马赫 它之前就已经干过大事了 就是由它亲自驾驶一架 未经改装的U2从航母上成功起飞之后 中情局才因此信心大增的 所以这次势哉必得 在先是尝试了几次触地付飞的操作之后 它选中时机 果断的放下钩子 准备着剑了 毫不意外 拦珠锁准确的挂到了钩子 但由于力量太大 机尾被拉了起来 使机头冲下 稍稍顶到了飞行甲板上 折断了前面几根测量空宿的皮脱管 好在很快就修复了 事后证明 这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而已 后面进行的一系列起飞和拙电测试 都相当成功 甚至在两个月之后 还原地领了一项绝命任务 飞到法属玻利尼西亚的 法国新核实验场上空 侦查这一相当敏感的目标 任务相当成功 法国人完全就没有察觉 但这却是U2G从航母上起降的最后一次了 进入到1967年 比前一代大了将近40%的U2R投入使用 它的有效载荷是原来的4倍 航程是原来的2倍 中心局也依然把它改装上了件 而且为了节约空间 还把每根机翼外侧的1.8米都给翻折了上去 颇有长期驻扎的决心 但是决心虽有却动力全无 几个方面 一是部署航母实在太贵了 二是成群结队的航母群本身并不隐蔽 你用它来执行间谍任务不是言二道零吗 30都有卫星了 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还完全不怕挨枪子 用它不是更香吗 所以中情局便放弃海上的U2了 尽管海军一开始想要接盘 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海上情报平台 还改装了一架装着各种各样的吊舱出来 但最后也觉得有点鸡肋 就不了了之了 留下现在只能组着拐杖起飞的U2了 否则它可能还能享受到人手扶着起飞的待遇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